这一个项目同时有两座再建的超千米的选速桥 这应该是国内外首次 我们的东通互通应该说是很复杂 因为一些上跨机有线下川包括车气管线包括地铁 那块的复杂程度是我们叫的常规工程的不常规项目 是这样的 随着虎毛二桥的通车制约粤港大湾区经济发展交通要道 拉通逐渐两东西两岸的交通要道又多了一条通道 虎毛二桥北侧有一个黄埔大桥 还有一个规划中的连化城通道 南侧有虎毛大桥广州大桥 还有再建的深圳通道 还有一条规划中的虎毛三桥 随着这些高速公路的建设 对于打通粤港大湾区经济发展 贯通逐渐东西两岸的一个经济大动脉 起到一个非常有力的促进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